2017国际天联世界雄伟赛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在第一场半决赛当中 中国小将孙颖沙战胜了王曼玉 晋级决赛 这场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是由中国选手陈梦 对德国的肖球运动员含演 陈梦是来自山东青岛的运动员 也是中国女队的主力成员 昨天陈梦和平衡女的一场交点之战 还是很轻松的 4-0就获得了 从目前为止来看 在这个中国军团延续了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个强大的一个实力 可以说是继续和在中日对抗之间保持着全胜 没有没有 输了一场 但是基本上主力这个层面上保持着全胜 年轻小将输给了陈铁 输给了一同美强 袁晓交输给了九重头 但是在这个主力这个层面 还是保持着比较强大的实力 是的 陈梦呢是 正选赛当中先战胜了中国香港的苏惠音 接着战胜了江华军 那么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 就是战胜了日本的平野梅宇 晋级到四强 刚才林强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和平野这场比赛 也算是整个四强赛当中的一个焦点之战 陈梦是4比0完胜 在上半区 德国选手 韩颖 是昨天也是经过了六局的 宫销大战 战胜了中国台北的郑一静 晋级到四强 韩颖呢是前辽宁的运动员 是一个传统的这种销球打法的选手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和中国小将孙颖沙 来争夺国际平年世界雄一赛 2017年日本公开赛的女单的会冠 男子比赛现在也产生了单打的四强 四强赛当中有马龙 许鑫 随骨笋和樊振东 韩颖是一名老娘 今年34岁 那么在接下来的队传当中呢就是有马龙对许鑫 随骨笋对韩颈东 韩颈东呢是战胜了另一位中国的有强劲实力的小将 这是梁静坤 是一道四强 在男子双打的 双打的决赛中这个中国的马龙和许鑫 完胜 对 完胜了这个日本的这个吉村真情和丹羽孝 孙颖沙昨天在双打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 他今天在向女子单打的金牌在冲击争取双冠 年纪轻轻如果能拿到双冠 那在中国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是的 女双的配队呢是陈姓彤和孙颖沙获得了女双的冠军 对 昨天也是经历了选境 这个平边落后的情况下连板三局能得了冠军 对于孙颖沙来讲是非常有收获的一次冲参赛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应该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国际比赛 对 因为国际平年的这个世界巡回赛 日本公开赛是一年当中 12站国际平年世界巡回赛当中的白金赛事 看到这个韩颖反手在击球的时候他打的这个胶皮啊是 就是类似于生交和正交的这样的一个颗粒打法 我们看看陈梦打萧球啊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新的突破和进步 因为陈梦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成熟 那么究竟是不是在该该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啊 特别是单打啊能够用夺啊女单的冠军 对 我们也也来期待 先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局 让爱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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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其实萧球啊最怕的还是扣杀 胡圈球毕竟它的这个力量 它的这个重板 达不到像扣杀这样的一个力度 但是它只是更有旋转更转 从以往的交锋历史啊 这陈梦是320领先于这个海影的 最近的一次交锋就是上一战的白金赛事 卡特公开赛 陈梦在八成第一比赛战胜了这个海影 内战比赛 陈梦也最后战胜王曼玉赢得了冠军 陈梦在开局采用的就是扣杀 扣杀可能不是它的主流技术 但是扣杀对于萧球来讲是非常致命的 但是扣杀对于萧球来讲是非常致命的 如果您身旨看到最确实的 1-6 昨天我们通过韩颖和正义镜的比赛 能够看到韩颖的销球功底比较深 另外它销球的旋转强 就是说一般 如果你没有绝对的这种砂板 你很难去在它身上得分 从这个极法连续的拉球来看 陈梦对于韩颖的旋转变化 还是看得比较清楚 陈梦现在采取短平快 一个是正手 只要对方球高我就扣杀 第二个他拉球的整个是一个快节奏 他希望用这种快节奏 让对方迅速的往后退 你看昨天正义镜的拉球的节奏就非常慢 陈梦现在把整个拉弓的一个节奏都提速 三十七 三十八 这个一般来讲销球拳手加强进攻 就是感觉自己消不住 或者说是一种战术干扰对手 9-4 9-4 这个球看似机会 对方销得很转 陈梦打这个球需要技巧 什么技巧 你看他这个球 首先人身体重心要低下来 第二个拍行不要压 稍微有一点微调 因为对方球转了 你拍行让太压了 这球肯定是擦网出界 6-9 在一个像这种球 陈梦没必要把对方当成快弓打 不用着急 完全可以吊打 可以完全放松 在拉球当中找机会 6-9 9-7 10-7 9-3 追了4分以后 没有乱 但是这个从第一局 对方往回追的时候 我觉得陈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现在陈梦 11-7拿下这局比赛 但是接下来 对方一定不会像第一局这样 比如对方第一局的销球是这样 销球是打到后面 越打越开 手上的感受也不硬了 销的也稳了 跑的也开了 整个状态就出来了 但是在第一局开局的时候 对方多少有些不适用 所以陈梦发动的很好 能够战得先机 第一局 对 能够把这个比分拉开 但是接下来 陈梦一定是 需要做一些困难的准备 因为他第一局 他什么呢 陈梦的拉球的节奏很快 但拉球的时间点并不早 实际上他还可以把这个球 拉球的时候时间点再早一点 看清楚旋转之后 陈梦的这个扣杀还是要有 但是现在陈梦呢 什么时间扣杀 拉球怎么样找机会 他还需要 还需要摸索 整体来讲呢 陈梦呢 打消球一定是 比以前要 对 有一些进步 是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 1-0 这把拉的弧线有点高 KG开始陈梦就执行刚才肖战在中间说的 就是说你机会不是好的时候可以拉一板加转 刚才我们通过镜头看到给韩颖做场外指导的是他的爱人 也是前北京队的男运动员韩杨 雷杨 雷杨现在在德国也在杜塞尔多夫当教练 这次着急了 现在这个陈梦整个在进攻的过程当中 整个显得就是过快 实际上萧球你可以用快用节奏提速来扰乱他 但绝对不能是整场比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战术 主要的战术还是要你能够吊打他 要能够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上 我可快可慢可加速也可拉的高高的来斗他打都可以 因为你太快了你就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 对 你在手上控制的时间长一点 可以放慢轻拉板板高的也可以突然提速 这板扣纱才是取得比赛胜利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技术 5-3 6-3 6-3 4-6-3 方方都在对落点的控制都是比较高的 就是用落点控制住对手 然后寻找上手的机会 再一个陈梦他家用了反手的这板拉圈 所以有时候对方寒影还要注意 就是陈梦用反手来进行进攻 对就是你不能不能让寒影站住的销对陈梦的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再一个你看陈梦他这几个球他并没有使太多的绝对力量 发生的那种死力量来扣杀来进攻 风险很大 而是他拉的比较技巧 虚实实实看似强点 但实际上他这个拉球只是在落点上 在弧线上 在角度上 包括在节奏上 对 过了一些文章 照样可以得分 对 七十六 七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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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保护政手的意识 还是非常强的 再一个你看今天 在整个场上的节奏感 陈梦是占据主动和优势 就是韩颖现在有点慢不下来 有点慢不下来 实际上萧球是可以慢下来的 但是他跟着陈梦的整个快节奏 在打长球 两局都是关键的时候 陈梦的发球非常奏效 这个球我们看到韩颖的一个变化 陈梦应该能想到这个球 因为韩颖这个反手 他是可以进攻的 也是作为一个变化和调节的手段 拉到了对手最难受的中路 大了 11-8 这样十比八 陈梦又拿下了结局 打得就是从两局的结尾打得都非常有脑子 很聪明 起来 大了 就是 太熟了 你像画一条羊肉那里拿刀 一找就这样 偏薄偏厚的事 就是偏不好吃 但是朝朝的都可以骗没了 很舒服 轻松 没有 片子 这个表面是出版的 它是依然可以在这个表面 要是说我15发生 已经这样了 已经说过这个表面 很发誓的 能出口的声音 听到板的声音 能出口的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 2017国际拼联世界巡回赛 日本公开赛 女子单打第二场半决赛 中国的陈梦对德国选手韩颖 现在比赛要进行到第三局 前两局陈梦是2比0领先 应该说前两局 陈梦打得很成功 因为之前的战绩 他和韩颖是有言有输 本身的这个 所谓陈梦来讲 打萧球 也不是他最强的一个 强势的喜欢打的一个打法 因为每个人都要过萧球关 但陈梦现在整体处理的非常好 那么第三局 包括接下来对方的整个 萧球的质量 萧球的能力 都会要好于前两局 所以陈梦这块在多板数连续性上 包括进攻的落点上 还是要有充分的这种准备 你看这个落点多棒 对 中路 这个落点 对女子运动员来讲 我认为是首要的 速度 力量旋转 落点 实际上女子最重要的是落点 这个球呢 就是说陈梦有时候会出现 前两局也一样 就是说 你对萧球打的时候 你不要把它打成攻球的节奏 除非这个攻球进攻的能力特别强 你要把它当攻球 它发球的时候 你要防止它进攻 排除这一点之外 一定不要打成攻对攻的一个节奏 对 就这样就非常好 对 这是打萧球的节奏扣杀 调短 好球 打得很巧啊 4-2 4-3 这一局 含影 作为萧球打 一定会顽强抵抗 陈梦必须做困难准备 再一个必须做多板数的准备 甚至多板数都没用 对方都能把球顶过来 这时候你还是要打连续 打落点 打什么的 打技巧 4-5 5-0 5-0 这个陈梦的线路打得很清晰 陈梦的线路打得很清晰 在发动上面 它是注意了落点 另外它打出了速度 因为和萧球在扣杀进攻的时候 封球要避免一个就是干发力 借不上对方力 本身不好借力 刚才给大家介绍 这两个是两口子 其实这种配合也挺好 特别是在国外 以打球为生存的手段 一个当教员 一个当运动员 能够相互的帮助 相互的配合 刚才讲到就是陈梦的 这局的进攻 我觉得比前面可能 都打得要更加的紧凑 所以萧球 如果你能够找到技巧 就是你进攻的时候 能够借地 你包括像陈梦刚才 侧身的几个进攻 我觉得打得都特别棒 打萧球打得最好的 比如说像郭月 萧球见了他 那真的是 一点办法没有 特别萧球 郭月侧身撇斜线这球 一般萧球真的 这球没法救 角度太大 左手撇出去的 所以这就是技巧 我们接着看比赛 好球 还是落点上的变化 把这个含影调动的 调动起来 再一个 他动作紧凑 跟前面比 他不打那种 又长 又动作又大 起伏很大的一些大发力 那种发力显得很吃力 又没有威胁 陈梦现在就 紧凑 速度 破点 放手 吃饭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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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这个球 对方是销到了底线 很深 顶住了 看看陈梦这两个发球 好球 又穿一线 又一个底线 销得非常好 陈梦必须要注意 对方现在死砍底线球 风险再大 容易出减 还是要这么做 对 如果他不砍到底线的话 基本上陈梦现在打得非常顺手 他对陈梦的发球已经有了预判 直到因为陈梦连续的发长的那种快球 基本上他提前退出去等着一波销 就不会被动挨打的 现在陈梦 第一是注意底线球 二呢 他在拉球的过程当中 要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 他拉到对方的中间偏正手这个位置 也拉把球拉到底线中去 那他拉长了以后 对方就不好 对 砍得很深 砍得很底线 这个球看看会不会发的正手 注意尝的 口杀 好球 好球 陈梦有所准备了 是打这个底线的长球 我们看这一半跟进之后 韩颖这球如果销到正手去就不好说了 这球真的不好扣 因为特别长 哎呀漂亮漂亮漂亮这个球啊就是韩颖上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错误 就是销的 一是他销不长了 但是销不长的原因在哪 是因为 他销球的落点 偏在了陈梦的反手侧身位 这样陈梦好上来抹他 好发力 所以他就一被动再被动 这样陈梦三比零零先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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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梦还需要相信自己 前几局的战术打法都非常奏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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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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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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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